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呢下跌幅度最高是已经超过了30% 那么在最近两天的时间呢分别下跌了啊 基本上每天都是10%的跌幅 很多人问啊还能继续跌下去吗 大家想一下每天10%跌10天就跌没了 全球股市就已经没了消失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恐慌情绪 其实是非常不合理不健康的 但是呢我们作为投资人啊 哪怕现在像我啊 亏得一塌糊涂被套了这么多钱 那么在心态上还是要年轻一点 要淡定一点 那么如果我们还有资金的话啊 可以分为三步进场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根据自己的组合 如果我们买入的行业呢都是航空类的 那非常不幸抱歉大家啊 这些股票可能未来还要跌 那如果我们是买入的医药行业啊 或者是一些消费类的 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拿的时间久一点 那么分三步进场是怎么做呢 每周啊如果是大盘下跌了10%左右 那我们可以进场一次 那么第二次进场呢就是要等到下周了啊 因为我们这周只给自己一次的进场机会 这样呢避免我们随后的后面的后备资金啊 都在一个星期一股脑的进来了 然后下周下下周啊或者下下下周又开始跌 那就没有后备资金了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根据我们的组合去分散投资 那么分散到目前发现 黄金怎么也下跌 股指也下跌啊指数还有这个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期货价格商品价格纷纷下跌 包括我们的澳洲澳元 那传统上避险意义来讲的黄金啊 现在也不避险了 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回顾到08年那种行情的时候呢 也是类似的 当时呢黄金价格也是下跌的 所以在这样非常时期呢 哪怕我们啊再确信的抄底一只股票 也不要那么的盲目还是尽量要分散啊 哪怕其他产品跌了 但是幅度还是要小于啊集中性的风险的一个下跌幅度 昨天呢是澳洲也是出台了对疫情之后的一个经济的支持 和经济的建设的一些计划 那么其中就有一项啊 大概是拿出47亿澳币呢 去发给650万人 那这650万人呢 每人能获得750澳币啊 这样的一个政策 本质上来讲的话这个政策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我认为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帮助比较有限 或者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改观也比较有限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给我750块钱到超市 我还是买不到卫生纸 那买不到卫生纸 那给我钱也没用 对吧 我这种时候宁愿要的是纸 要的是口罩 但是呢现在线上线下口罩都已经不见了啊 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澳洲的情况 对于疫情这种特殊时期来讲 只发钱给到大家的一个信心是不足不足够的啊 但是呢从客观上来讲 确实是澳洲政府啊 有这个决心 想要在疫情期间做一点事情 但是呢 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希望之后澳洲政府能够出台更加有效果的一些措施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中国呢 在之前有一个啊 火神山计划 那么十几天建成了一座医院 那么其实呢 背后还有口罩计划 什么是口罩计划呢 就是扩大口罩的产能 12天的时间啊 同样12天 由中石化等国企前头 重新啊 建造一批新型的这个生产线 上下整合口罩行业的整个供应链 那么从12天之前啊 中国可能每天只能产1000万个口罩 到后来12天之后 平均每天的产能是1.2个亿到1.5个亿啊 这样的一个体量 所以呢 现在中国大街小巷啊 至少不会说因为口罩啊 买不到而恐慌 但是我们看到澳洲啊 还是依旧存在这个问题和风险的 能买这些设备花多少钱呢 现在一个口罩生产的机器啊 大概呢 只需要二三十万人民币啊 如果是稍微贵一点呢 可能也就是需要三十万出头 就可以买一台 那如果是生产一个完整的 加上这个生产线 我相信啊 用不了一个亿的澳币 何况呢 我们也不需要每天产一个亿的口罩啊 只产2000万3000万就够了 因为澳洲人口毕竟比较少 所以呢 希望澳洲政府啊 能把钱呢 去扩大啊 这个口罩生产商 或者是啊 卫生纸的生产商 这些产能 鼓励大家去做这些的事情 真正的把资金落实到实业 只有这个时候啊 必须政府出面支持实业 才是最有效的 为什么政府往往都是在经济危机 或者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 搞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呢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啊 老百姓或者是普通的企业家 是没有信心 或者是没有资金实力 在这样的一个六个月 或者是更长周期的 经济下滑预期中 还去大量的投资实业 因为实业的回报周期相对比较长 每年的回报率比较低 如果呢 在未来短期内看不到利润 那么砸下去了几百万几千万 基本上是要打水票的 因为实业买设备 对吧 设备你之后 卖掉跟房子不一样 那么房子有可能增值 但你设备只要买过来 卖出去就跟车一样是二手的 并且呢 每年设备都有更新 所以呢 如果今年明年啊 不能把买设备的钱赚出来 其实呢 对于实业行业实体经济 还是依旧有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那么这个时候呢 政府出面是最好的 另外呢 澳洲政府也开始降税 考虑对中小企业的一个税收的减免 这个力度 其实我看了下金额并不是很够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 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是降税了 一降就是一半 而澳洲啊 扭扭捏捏捏的降了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对于企业来讲 根本啊不解渴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能看到政府有决心去做事情 但是呢 市场对政府的信心和力度觉得不够 包括美国啊 最近几天美联储的讲话 我们也看到了讲完话之后呢 哎 上涨了几百点 股市反弹了一下 很快五分钟都不到啊 热度下来了 结果呢 又在创新低 包括昨天欧洲的QE政策 结果呢 不降息 不降息没关系 那么只买啊 只说要买一千多亿欧元 或者是像英国啊 买一千多万的英镑 那么这样的一个一千多亿的英镑啊 这个债券啊 或者是证券资产 这样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啊 中国都有信心啊 中国是几十万亿啊 人民币 那么在疫情控制的基础下 依旧是提出了几十万亿的一个激进口号 那么这样的股市才会稳定 在三千点附近 没有像海外一样啊 大跌百分之十 又跌百分之十 连续跌两个星期的这样恐怖的现象 所以呢 全球股市 我们看到中国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就归结于刚刚两点 第一个是 疫情能够很好的控制 第二个 政府能够拿出足够的一个啊 信心或者是啊 利好 让市场有对未来 经济恢复的一个信心 那么海外市场明显 这个力度是不够的 所以呢 相信啊 我们随着大盘快速下跌到今天 那么再往下下跌的幅度会越来越低 反而呢 政府手里能够在后期拿出来的牌 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前面啊 打过的 传弄的那些牌 已经打完了 但是呢 我相信啊 在政府和央行面前呢 大家还是有更多的可以调控的一些政策 而这些政策呢 是往常不太用得到的 但是呢 反而会对市场有更大的一个信心 或者是直接的一个刺激作用 另外呢 政府主导下的一些实业啊 增产或者是产能的扩建 那么会对未来啊 由传统的市场经济主导的起到一定的宏观调控作用 那么这样政府参与进来 它的价值才会更高 所以呢 在行业选择上 我们可以偏向于前期第一 比较稳定 现金流比较充沛的股票 第二 受到未来政府扶持力度较大 或者是利多的这样一些公司的股票 那么第三呢 就是在未来即使疫情继续恶化 但是呢 像World Coast这种 我们还是要去买卫生纸的地方 这种公司的股票呢 就会有一些利好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抄底啊 抄底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澳洲也好 如果手上已经有股票了 或者是被套的很多 还是依旧要保持一颗谨慎 和敬畏市场的心 哪怕我们有再多的钱啊 一百万两百万 那么最近也和很多客户聊了啊 大家拿这么多钱砸下去 你砸多少钱 都扛不住市场的一个恐慌心理 所以呢 抄底的时候分为两种 在V字形反转之前 叫左边抄底 V字形反转之后 叫右边抄底 那么在此呢 对于非专业的人士 或者是大家不是在金融行业 从事了啊 还是要尽量在V形的 偏右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代比倒数宪法啊 顾比 代若顾比啊 这个倒数宪法 大家如果是有疑问 还可以随时和我们学习和交流 那么另外呢 就是代比的一个均线啊 如果大家还要想要这些 技术分析的一些软件支持 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那么再次希望大家呢 在疫情啊股市暴跌的这段时期呢 能够降低自己的亏损 适当灵活的运用 公金融市场上对冲 或者做空的一些机制 改变自己过去呢 买入持有不动啊 这种懒人的思维啊 这个模式我们在去年就一直在讲啊 已经走不通了 一定要动起来 让自己的金融投资呢 啊活跃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在最快的时间 做出最正确的反应 并且随着时间的增长 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 丰富啊 那么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么下周呢 希望市场有上涨的一些迹象 或者是稳定开始筑底 这样的话在年底呢 我们也非常的啊 这个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回报啊 至少不会像现在亏得这么惨 非常感谢大家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